輪到的是黃潔西 稍早能夠贏球呢 黃潔西那次Lit of Double很重要 那一局上來的看到的第一顆球 稍微偏高就毫不猶豫地做攻擊 同樣的狀況在昨天我們也有滿累的機會 但是沒有拿到分數 所以今天看看能不能先突破這個窘境 這個對方澳洲下了一個滿累計 我們千萬不要接住 在規則你有慢慢來是沒有關係的 黃潔西已經是台港雄英的球員了 不過對上這種球速比較慢的投手 真的打著自己要去調整節奏 平常可能在國內啊 一五零啊一五幾的都打習慣了 就突然來一個不到一百三的 其實有時候反而遇到這種快的投手 慢的投手你不能想要 只想要打大隻的喔 對 擊球點扎實反而是更重要 球速現在是Noel取得絕對領先 兩好球沒有壞球 右半邊方向 哇 穿出去出現安打沒有滿累計 而且右外右手第一時間球沒有拿好 要再次讓我們的分數回來 黃潔西在這兩場比賽 他就是有辦法敲出關鍵的安打 這一棒至少是兩分的分數沒有問題喔 就是剛剛講的喔 把球帶進來往反方向攻擊喔 把球打強就有機會 很重要的一直安打 因為如果第一局滿累 你沒有辦法有分數進帳的話 這個壓力又會回到我們身上 今天這個場地跟昨天就有一點不一樣 昨天因為下過雨 所以球在地上滾動的速度就比較慢 不過今天可以看到 輪到的是台剛福將 厲害 那現在計分板應該是3比0 因為剛才已經有一分回來了 不過我們在這邊講也沒有用 因為操控的是美國人 這個 美國就會講3-0 3比0的領先 那三壘上的部分是劉俊偉 一壘上是王念豪 打擊的是黃潔西 這邊有戰術的出現 而且直接打在人沒有人的位置喔 黃潔西在這一次的賽會真的是浮將 真的喔 這個打來跑 剛好二壘守衛進去 二壘要補位 結果這個球雖然打得沒有很扎實 但是就是找洞磚喔 真的是浮將啊 這個劉東昂領隊 現在口水都要滴下了 牽得好牽得好 如此一來我們是4比0的領先優勢了 還是一三壘的狀況 而且壘上的跑者都具有腳程 哇這邊出現的是雙道壘 不過在澳洲這邊其實他們也沒有注意到3點3的跑者已經有起跑了 前面才剛要說因為Hogan上來 他基本上都沒有在看管一壘的跑者 所以這給了我們非常多戰術的選項